大家好 今天是8月9日 星期三 港股今日终止了两年跌 美市的时间,即是竞价时暖 夹高了,升六十几点 科智平收 跌不够一点 A股比较差 A股三年跌 跌的原因应该来不开 因为近日出来的经济数据 都比较差 今天早上出了一个CPI数据 比市场的预期好 不过 也是通缩 因为跌0.3% 通缩其实也有点预测 因为上一次上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是持平了 但是你的PPI 降幅还是比较明显 而且可以说是连跌了10个月 那个情况 反映内地方面 似乎通缩的问题 都不可以忽视 所以我预计短期的时间 其实你预计内地有机会会出招 可能你说降息 降准这些机会 都仍然存在 但是对市场的帮助 大不大呢 严格上 如果你真的说有这些 措施做的话 我相信市场的气氛 有点帮助 但是也是一时的 这个助力 都可能是一时三刻 因为 最主要的状况就是说 你做这些事情 是否真的会帮助 那些竞争活动 似乎就真的未必了 但比较内放的问题 我相信还是很严重 其实昨天也提及了 碧桂园的情况 就是 其实你想想 碧桂园 现在的状况 它的市值 以至到它面对着的问题 我相信在下一次的行资桂园里面 你真的将它剔除 机会都颇高 所以大家拿着它的话 要不就 当暂时 先放置它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趁早 减持它 会比较好 我们有很多政策出来的 都仍然在我们楼市方面 有很多消息 但是 碧桂园 也是麻烦的 所以就变成大家 都可以那句 这只 内房股 不要压住 反而我有点兴趣 也说了一只理想 其实理想起车的业势 我真的不觉得差 但是就真的是 你见到它的股价 今早的时间 昨晚的时间 跌了下去 那些说法就是 它那个 它不能进取 意思是 它那个 第三个展望 说它很保守 那么 但是 我就不要认同 我觉得其实 你想想起来 其实车这件事 是不像打机那样的 就是可以 让车立即弄出来 其实是真的要 时间去弄 而且要 要厂房 现在 我相信 理想 它的厂房 已经是 叫做100% 去做的 所以 其实 这个 这个 目标保守 我又不太认同 但是 不管怎样也好 新能源车 其实大家要考虑要买 那 说真的 我都 真的不建议 但是如果大家要买的话 都只是建议大家 可以 厚借 理想或者是 叫做 比较敌 如果要买的话 当然 都是 再三強调 不建议的 其实 现在的市 买什么好呢 都会有些 挑战的 因为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也是那句 我选择一些 职休股 或者现在 我生日的股份里面 可能有些 有机会减持 因为有些 可能参加比较多 但是大部份 我都认为 我可以先拿着 我说这一只 拿着的股份 有两只 和大家 分享一下 第一只 就是 猫眼娱乐 大家都知道 这一只 都是我近日的 一个 大家都很想知道的 部署策略 昨天说的 我都说 我今早就失败了 因为今早就在做节目 就真的跌下去了 然后再上来 短期来我仍然会看着这个价格 10元留下 我都会再考虑 看看 买不买点 加住 其实没有的 如果今天时间 内地票房收入 好像连续第50天 是单日 超过一亿 一亿的票房收入 都挺厉害的 应该是历史上未试的 性能比较好 所以我都说 1896我会长持 先持着 另一只是517 517 是因为本身 今天在LOW推介过的 它的股价硬正 而且现金值多 所以 不太担心 也有提及一些股份 因为今天开始多业细期 业细期 多股份公布业细 其实我今天在等一只创科 创科今天出业细 未知它的表现是怎样 不过 如果明天有时间 再跟大家再详细 去拆解一下 业细 明天应该会有 喊拜拜 如果明天 喊拜拜 出一早 我再跟大家 也可以喊拜拜 至于市场 现在 大家都在等 其实现在 因为经济数据差 导致大家 亦都在某程度上 希望 可以 有个清晰一点的方向 我记得有朋友 就说 973 之前的时间 无意私学化 现在又说私学化大公秀 是否一个违规的情况 其实 如果你看到通过的时间 在7月20多好 当时公司 真的提及到 他没有这个打算 但是 记住 通过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有趣的 他可能说 到现在 他未有私学化打算 但是问题是 你和那个日子 都过了差不多10天 10天之后 是不是有那边呢 其实不知道 所以 就变了 大家都这么说 你说现在 是否则私学化 35元这个价 如果是的话 都真的挺厉害 如果 35元 其实 价格 不是低 而且 他现在出的价格 很慷慨 然后他私学化的 城市机会 也很高 但是 看看情况 我觉得现在 还可以再 看看 消息是真 还是假 或者是 他的出价 出多少 这个日子 可能是 之后的时间 跟大家再 聊一下 那个状况 那么 大致上 今天也是 这么多 因为股份上的东西 其实很多跟大家 以前都分享过 目标都没有一点变 都是没有变 只是内房的问题 仍然是这么严峻 所以看看他的政价措施 既然都预计了 他很快会出台的时间 就看看他的措施 究竟 到时帮到什么 我都会 挺有兴趣想知道 因为 大家都知道 内房这个玩法 我看法都比较悲观 如果你想一些方法 去破解这个 其实叫责母的问题 也是值得大家 去研究一下 看看是不是 真的这么厉害 好了 今天就不说太长了 因为都是 那些东西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 再留言给我的 今天我们又 说到这里了 我们又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